冯先生 我先问你个事 你去那个网吧 那时候不担心孩子吗 你在气头上你还能 还能担心孩子吗 那你这气头 大概要气多久呀 因为听说你们一冷战呢 一个月都可以不说话 是家常便饭是吗 这完全没夸张吗 真的没有 一个月都不讲话的呀 对呀 我跟他说什么话呢 有什么可说呢 一说话他就是急眼 你急眼我也急眼对吧 你累 你想你带孩子累 我挣钱一样啊 我也累啊 我问你啊 你觉得你们家两个人 谁应该是一家之主 那肯定是我呀 肯定是你啊 那你觉得一家之主 有哪些事要干 挣钱 两家 我直说 我觉得你这个一家之主 做挺失败的 夫妻感情常常不好 婆媳关系会吵架 你妈妈会哭就跟你告状 母女关系也不杂地 小孩哭或者是生病的时候 耍忙脚乱也没有得到 很好的照顾 所以你给自己这个一家之主 成绩打几分呢 五十分 另外这五十分 是因为你还有挣钱 还有养家 起码把家给养好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让我告诉你 怎么样拿到这另外五十分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逃避 一吵架就避不见面 一吵架就冷战 你说我都生气了 我管得了小孩吗 我都生气了我管得了老婆吗 哎呀你管不了就不叫一家之主哦 你再生气都要处理状况 你不管事情就会更糟 你一次离开现场 你回来就变本加厉的糟 所以我劝你 当下的问题当下解决 男人担心男人该做的责任 女人担心女人该做的责任 我认为你并不是多么想出去赚钱 你只是要争一口气 对 其实你就算出去工作 事情也不会变得更好 除非你们家人的沟通方式改变 你丢辣椒酱的时候 没想到会丢到他手上的孩子吗 你们吵架的时候 小孩就在现场 你们都没有在顾及他安危 你一心意把他当个包袱 觉得婆婆能看就婆婆看 老公能看老公看 但都别来烦我 这不是个妈妈该说的话 我知道你辛苦 但是也许你再辛苦一点点 再多一点沟通的智慧 事情就会开始往好的方向转 祝福 其实你们的最大的问题 都在你的情绪问题上 你知道他情绪快在哪吗 我不知道 他害怕 满满的害怕 没有头 不知道未来怎么办 不知道谁能帮他 不知道谁能懂他 如果是你 你一个人在家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有一个人动不动 给你摆脸色 不给你钱用 你还得不断地照顾孩子 孤立无援 你害怕吗 凭什么你说我哄不好 不管了 你哄不好 你很得意吗 你哄不好是你没做好一个爸爸 你把所有的和这个孩子有关的工作都丢给了他 你明明有抚慰他情绪的能力 但是你没有去做 说男人扛起生活的担子 我说生活担子什么 就是赚钱养价 我说错了 男人扛起生活担子是什么 知道吗 就是当一个家庭变得无奈的时候 做出让步的那个人应该是男人 我 把无奈的那一部分 扛在我肩膀上 而不是丢在老婆身上 这就是你的责任 我很理解你 因为我儿子17个月 带你们家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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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既队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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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